好 講講我最近跟Guarastar合作的一個插畫合作案 畫的主題是他們家的耳機 C Serious P5 耳機 那這個耳機蠻酷的啦 它是一個Cyberpunk的外殼 然後他們的外殼其實很有質感 真的是鐵做的 還有很酷炫的一個燈光 然後他們有一個組合 他們的外型是可以隨時替換的 外型可以替換 而且替換的方式很簡單 它裡面有一個內裝的殼 那個拔出來 然後再插進去就可以了 蠻方便的 外型偏帥 好 那我們來進入插畫的部分 OK 一開始就是打稿 忘記講 其實我在接到這個合作邀約的時候 大概十分鐘我就想好這個構圖 只是說這現在是三個畫面 我在一開始我其實只有想 要畫一個人 然後把那個人雕細細緻一點 這樣子而已 等到後來廠商問我 可以三個殼都入鏡嗎 那勢必我可能要換一個構圖 一個人然後配上三個耳機 好像有點太貪心了 我如果換了一個其他的構圖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我想要畫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乾脆 好吧 那我就三個都畫吧 三個耳機的造型都各畫一個角色 這樣子的話 也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覺 我畫了三張畫 等於說它有三個素材 全部合在一起 就是四個 我可以幫業主PO文四次 優質的業主只要花一次的錢 就能買到我的四次PO文 再也沒有像我一樣 這麼為蟻方 再也沒有像我一樣 這麼為假方著想的蟻方了 所以各位電視機前面的 那我們來談談這一個構圖 其實是一個非常 應該算非常經典吧 而且也非常好畫的構圖 他非常的偷一個正面 你也不用畫很多很特別的角度 而且你還可以用 破盔裡面的輔助作畫去做 但這次我沒有用輔助作畫 好不好 而且構圖上其實也算是很好去發揮的 接到案子如果想要偷懶的話 用這個構圖 準沒錯 但我不是要偷懶 我不是要偷懶 我是 我是剛好覺得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在開始做畫前 給廠商的超圖 非常的簡略啦 但是跟最後的成品沒有什麼出入 非常的沒有意外 所以我說這個構圖 是一個很經典的構圖 腦中形成的當下 基本上你的圖已經完成 構圖的思路就是 把頭髮當成主角 他會是一個畫面的主色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讓他 沦為配角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背景刷暗 顯示出主體膚色跟頭髮的亮部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簡單的去打草稿 這邊都還沒有用到輔助繪圖 還是有一點職業道德的啦 也不是說職業道德啦 就是 慢慢的去用肉眼去做平衡 我不會說每次畫圖都一定要用輔助繪圖 這樣子 對我的繪畫技巧應該也比較有幫助一點點 除非 然後 然後慢慢的去把一些音畫出來 三張圖畫的時間其實差不多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這張圖大家看是三個圖合起來 但其實在畫的時候是三張圖分開畫的 所以 雖然他時間一起在跑 但是實際上是分開在畫的 我在畫的時候有人說中間那個 他的肩膀上那兩粒很像頭 不知道在想什麼 有囉 有囉 左邊的那位妙蛙 開始上色囉 其實畫的時間差不多 代表說畫這些圖有一定的熟練度 所以我現在能夠比較好去掌握畫圖的時間 不會說我接了一個案子 結果沒有辦法在時間內畫出來 欸 然後現在開始鋪底色 我們等他鋪完 其實看著看著還蠻療癒的 好先暫停 到這邊其實每一幅的過程跟邏輯都差不多 因為我是刻意這樣做的 這次的案子 因為我分了三張畫 我並不是說一張畫完 然後再畫下一張 我基本上是三張同時進行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平常畫圖的習慣 很容易 一不小心就跟上一張可能會差很多 所以 這一次基本上三張都是同時進行的 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的草稿先畫完 然後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的底色再鋪上去 然後再 這次的做法是 每一張都有一個主色 所謂的主色就是他們頭髮上面的顏色 你會看到我頭髮其實沒有多少的細節雕刻 都還沒有開始畫一 主要是我想讓頭髮這整個色塊在畫面上是好看的 有流動感跟一種構圖的引導的作用 所以我很仔細的去畫出那個頭髮的造型 那三個都是一樣 然後接著就是一些比較不重要的 就是身體的部分 也不能說不重要 他們可能細節會比較多 但他的整體的顏色並不會這麼的強烈 我想把最強烈的顏色差異的一個視覺重心的重點 擺在頭髮上面 最後完成的模樣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很注重這次的頭髮 好你可以看到中間那一幅的中間 我已經把我們的耳機給加進去了 那 那個耳機啊 用秒的 直接這樣拍照 會錄到破龜 直接縮小 直接秒很快 比較快又省時又正確 細節又多 什麼樣做是對客戶最好的 用那個方法去做 我個人的成長完全不重要 接下來就是陰影色都鋪上去 這個就是用一個色彩增值的塗層 蓋上去這樣子 然後我會稍微去注意一下影子的造型 尤其是他臉 臉部的影子的造型 因為這次的光源主要是從底下上 那從底下上來 勢必就會有一些跟常見的由上至下的光源 有點不太一樣的畫法 這個東西啊 畫面上看不到 其實我有做了一點嘗試 就是 怎樣把由下至上的光源的這種感覺 畫出來然後 又不會破壞到可愛女生的臉蛋的這種感覺 蠻有趣的 我很少畫這種光源 蠻有挑戰性的 你有看到我現在把他的額頭 全部畫黑了 就全部落在陰影裡 我畫到後面發現 這個切法好像 呃 不太對 所以之後會改掉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 然後胸前的那個陰影 我也是經過了非常多的一個 煙 接下來就是一些細節的雕刻 這部分其實都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一些素描 最左邊那位妙蛙 他本來他的造型是全部都是膚色 我只給他裝一個類似 有點像情趣用品 不是 後來覺得這個造型好像太單調 那個顏色壓不下去 然後後來我決定 給他加一件衣服 我覺得這個改動差蠻多 整個構圖 那個重心比例 調整了很多 中間跟左邊 小火龍跟捷尼龜的造型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畫到後面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我在修每一個人的臉部 因為臉部是畫面的中心嘛 所以我必須比較仔細的去修人物的臉部的陰影 跟一些光影變化 可以看到那個左邊的廟宇龜 陷入了一個兩難 到底要不要把他的另外一隻手畫出來呢 我後來發現我這個姿勢好像有點怪啊 這樣子好像有點 其實我中間的時候就發現 就是這個姿勢到底有沒有什麼意義 但不知道什麼 就是很想要做這個動作 我忘記以前在那裡看過 有一個雜誌好像有做過這個動作 我忘記是在幹嘛 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動作有點詭異 但是又有點 然後我剛剛忘了說啦 會加綠色衣服的原因其實還有一個 還沒有加衣服之前 他的手被他的膚色吃掉 那時候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用 手的光影的方式去把那個手凸顯出來 如果不畫這個衣服的話 那個手的顯眼度會出不來 他會跟你的身體整個糊在一塊 這樣子 所以最後加那個衣服 因為他手的位置有點擁擠 我特意把整個人物縮小 然後去把他的全身 畫面看不到的地方也畫出來 好讓我去確定我畫的人物肢體是正確的 這次的光影畫法 跟我前幾個商業案畫的不太一樣 前幾個商業案畫的比較 稍微簡潔一點點 他的光影造型 我都會用很硬的二番法把它分出來 他會有一個明顯的輪廓這個樣子 然後再在那個色塊裡面 去做一些騙人家眼睛的細節處理 那這次的話我就不這麼做 我選擇的是有點像素描的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影子 會有柔和有堅硬交錯 蠻有趣的是 就是這樣子畫一畫之後我發現 這個畫法好像比較適合我 畫了那麼久才發現 這個畫法比較適合我 那我之前到底在幹嘛 好 那我現在已經開始在畫 中間這個小粉紅的頭髮了 這次我沒有畫頭髮的陰影部分 我直接去畫他的底光照上來的那個亮部 有一個小地方可以來講講 你會看到中間小粉紅的 臉部的四周啊 不是有一些是比較偏裡面的頭髮 那這個偏裡面的頭髮呢 如果用暗色去處理它的話 會變得很奇怪 它就沒有螢光的感覺 因為我這次的插畫主要是要想要表現 頭髮的螢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暗部我不能用比較暗的顏色 所以我改用一個高飽的顏色去處理它 效果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正在處理 威德胸部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個 我開始在處理中間那一幅的背景了 然後你看我現在畫面上畫了一個色塊 畫了很多條直線 這個是用輔助繪圖畫的 開那個網格 它畫出來的線就會變成紫紫 或者是橫橫的 然後給它刷刷刷 它就會變成一個窗戶的形狀 接著你就可以擺到背景上 稍微調一下圖層屬性 然後稍微變形一下 它就會有一種 好像遠處有一些建築物的這種感覺 像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 那到底後面的建築物長怎麼樣呢 也不重要 反正就大概畫一下感覺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這個解尼嘴唇 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樣啊 這是三小 嘴唇圖歪 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 他們兩個的頭髮 在畫面上 都已經得到了 最強的視覺感受了 看到這張圖 第一個會被吸引的 應該會是頭髮的部分 所以我不需要特地再去做 一些特效讓它亮起來 但是我還是會去做這個特效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特效是加強的一個概念 它只會加強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一開始就要想好這個策略 然後在你的畫面上 你的明度分佈 本來就是要是正確的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特效的加強 這樣子 你的 中間那一位我把頭髮拿掉之後 背景根本不知道在畫什麼 人物的主體之後 開始去畫 一些 有點賽博龐克味道的場景 那個底下那邊 好像是什麼 扶手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啊 不要問我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是一個 I don't know 這個東西其實 畫起來超快 大家可以試試看 你就開啟那個繪圖輔助 左右對稱 只要畫一邊 另外一邊就會跟上 而且我的光源 因為是從底下 所以它不會有左邊右邊的分別 這樣子 來畫 其實超快的 三張的頭髮 的亮部 大致上都架上去了 其實那個光頭還蠻好看的 應該出於光頭版本 這邊有一個小失誤 就是右邊 它整個人 比例有點花太大了 畫到這邊基本上八九層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 看哪裡 有沒有缺什麼東西 然後再去加 你有看到畫面上的頭髮的 周邊都有加一些頭皮屑 那個頭皮屑很重要 像這種比較偏向厚圖的方式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 把我的主體 縮小或放大的時候 它不是會造成模糊嗎 那這種模糊 在這種風格上面來說 就沒什麼差別 像我之前用那種比較 硬的色塊的方式去畫的時候 我都會很在意 放大或縮小的那個差異 因為你在畫圖的時候會很明顯 總體來說 我還蠻滿意這次畫的地方 我覺得畫的 最喜歡的地方是 中間這一服的手 蠻喜歡它那個手的部分 然後 左邊那一位沒有 它的衣服我還蠻喜歡 很有特色片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然後我也蠻喜歡 右邊那一服的頭髮 這次的睫毛我也覺得畫的不錯 尤其是那個 綠色跟藍色 比較 覺得有點可惜的話 應該是 背景吧 我現在來看好像有點 太隨便了 雖然說在畫面上 它沒那麼重要 它只要效果到了 應該就差不多 但刻畫的更細緻的話 這張圖應該會更 更耐看 總共來說 這次的合作案 我是畫的蠻開心的 那 sustain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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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